全球一体化趋势明显 各国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 国际间的争端和诉讼不断增加 互联网裁判的新规则也应运而生 他们迎难而上 不断学习刻苦钻研 肩负起新时代审判工作的特殊使命 一场场公开审理 一次次自信发声 他们出手不凡 成就了不同寻常的中国司法名片 展现出新时代 中国法官的不凡实力和别样风采 2013年10月28日 一场中国企业首次向外国企业提起的反垄断诉讼 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被告美国交互数字集团下的IDC公司 在专利许可谈判中实施了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行为 构成垄断 赔偿原告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00万元 这起案件不仅涉及世界知识产权领域最前沿的法律问题 其判决确立的裁判标准 在中国乃至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后该案入选了改革开放40周年40个重大司法案例 萧海棠是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 先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当年审判的难度和压力他仍记忆犹新 压力和困难来自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所涉及的领域是我非常陌生的一个全新的领域 里面的一些技术术语还有一些法律难题 基本上都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是来自于说 它本身涉及的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个国际难题 基本上当时对于标准标专利领域里面相关市场怎么划分 国际社会是没有达成共识的 而在我们国内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第三方面的一个挑战是它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国内企业的一个海外维权的困境 这个案件肯定就是国际关注 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案件判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司法权威 接到审判任务后 肖海棠不停地查资料找案例 从我国现有反垄断法框架中对案件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探索和详细论 最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当时英国的知识产权管理杂志也将这个案件试评为全球年度案例 美国IDC公司那边也是扶判的 因为他们当时在收到判决之后也是很快地就履行了 当时这里的20案件是实测 一省的案件有五六实测 当时我们是用一个板车推进来的 一省的文书是有16万 我们自己草里的文书是20来万 这场涉外知识产权案的成功审理 成为肖海棠法官工作的一个新起点 2003年从中山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毕业后 肖海棠考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他从书记员做起 逐渐成长为一名法官 主要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知识产权案件本身的一个贺点 就是时代特征非常的鲜明 它总是跟最前沿的科技发展是相关联的 你现有的知识储备是不能够包打天下的 肯定就是会有很多的未知和挑战在等着你 不断地去学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去解决人民对互航创新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2018年 肖海棠又肩负重任 以主审法官的身份 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诉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 两件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 进行二审 华为IDCI那个案件是出现在二G和三G时代 当时华为只是一个专利的实施者 而在我们华为三星这个案件里面 技术已经是4G的技术了 当时华为和三星既是这个行业的专利权人 同时也是实施者 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 双方是经过了很长期的一个谈判 也是在价格方面谈不上来 所以发起了44起的相互的一个诉讼 进入二审程序后 在肖海棠的积极沟通下 双方都明确表达出谈判的意愿 这场纠纷终于有了转机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呢 当事人也是同意我们这两个案件 以调解方式解案 因为这个调解它本身也是我们 中国的一个特色的诉讼制度 最后是促成了双方就全球的标准必要专利 打成了相互许可 那么在这个相互许可之下呢 双方是持续三年的全球44中纠纷呢 都全部一揽自和解 这一结果又获得了国内外高度评价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司法的智慧 工作18年来 小海棠累计主审参审的知识产权案件 达4000多件 其中包括日本大自达诸事会社 速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磁屏蔽膜专利侵权案 乐高速乐拼系列标志商标侵权 及不正当竞争案等典型的涉外案例 乐高本身它是全球知名的玩具商 那么它本身的这个乐高系列商标呢 在我们中国也是为公众所窒息 那本案的被告在玩具上面使用了 乐拼标志形态跟乐高是极其相似的 那所以乐高是认为说 相关行为构成商费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就向本院提起诉讼 后来我们经过审理呢 就认为被告他所使用的备诉标志呢 是构成商费侵权应以停止 那么最后这个案件是按照 被告实际获利来进行一个赔偿 是三千万一个赔偿额 那么这个案子呢 其实也是彰显出我们中国法院 对知识产权予以全面保护 严格保护 遏止侵权这么一个态度 侵权的问题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标志 除了案件审理 肖海棠还和同事们组成课题组 同稿完成了 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等 多项重大课题 充分论证了一些国际知识产权类的法律难题 获得了国际知识产权界的肯定 肖海棠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2021年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殊荣 面对全球通信领域的审判难题 肖海棠不负时代重托 以国际视野和中国法律与境相融合的司法裁决 向世界畅想了中国法治的时代强音 同样 以沙利为代表的互联网司法工作者们 也迎难而上 护航创新 现在开庭 杭州互联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华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轻派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业 把案由审判员沙利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 2017年8月18日 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方案 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 这不仅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 也是全球第一家互联网法院 互联网司法包括两个层面的 一个就是以互联网为手段的互联网司法 另外一个就是以互联网为对象的互联网司法 深改主设立我们法院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探索诉讼的规则 探索互联网裁判的规则 然后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沙利是杭州互联网法院互联网审判第二厅厅长 参与了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创建工作 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前一年有一个筹备主 那我就最早的参与了筹备组的工作 当时的工作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路的在摸着石头过河 从建立我们互联网法院的一个诉讼平台开始 当时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就是来契合这个法律的框架 然后来契合这个诉讼的流程 再造了这么一个诉讼平台 让当事人所有的开庭举证制证 全部在线上完成 庭前原告被告已经将起诉状答辩状 提交本院诉讼平台 对此有无补充或者修改 原告 没有补充 我修改 被告 没有补充 杭州互联网法院互联网审判第二庭 主要审理的是涉网知识产权案件 成立四年来 沙利本人主审的知识产权案件就达三千多件 这其中有不少案件都属于首开先河 2017年7月 并将相关数据形成区块链存证 使得本案成为首例区块链电子存证案 被告对这一电子证据的形式就是不认可的 因为按照传统的起诉来讲 都是要采用公证或者鉴定什么的 就是采用这种证据 原告的这种证据的形式 是一种新型的区块链电子证据形式 所以说被告是不认可的 为了解决好这个案件 我也是短时间内去自学这个区块链技术 同时向一些互联网的技术人员进行请教 最终沙利认定该区块链电子证据有效 四个要素审查的情况下才能认定 一个就是审查电子数据来源的真实性 包括这个第三方存证的这个平台 是否资质合规 技术是否可靠 来源是否可查 第二个方面就是审查电子数据 存储的可靠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审查电子数据 保存的完整性 最后再从电子数据间 相互的印证的关联度 采用三位一体的方式的印证度 来保证这个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关联性最后能达到这个证明目的 通过上述四种方式的审查 我就确定了本案中电子证据的效率 该案宣判两个月后 案件确立的区块链证据审查认证规则 被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 2019年12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 也将此案列入互联网司法十大典型案例 沙利还成功审理了全国首例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案 全国首例涉及微信数据权益认定的不正当竞争案 淘宝流量劫持案等有影响的互联网侵权案 并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裁定 探索出多项互联网审判的判定标准和规则 一开始创立到目前 技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很多了 就是法律上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产业日新月异的动态发展 在规则或者立法暂时缺失或者相对滞后的情况下 就需要我们法官来解释法律做出最终的裁判 2018年4月2日 沙利逐审了杭州互联网法院的首个义部审理案件 所谓义部审理 是将案件各审判环节 分布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网上诉讼平台 法官与原告被告等诉讼参与人 在规定期限内按照各自选择的时间登陆平台 以非同步方式完成诉讼 当事人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 他不能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开庭 那我们通过这种义部审理模式 就保障了他的权利 我们规定他在24个小时内完成的话 他只需要在24个小时之内 把他的执政意见 辩论意见发表在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同样视为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发表的言论 就不用开庭了 这就是一种开庭的形式 沙利多次担任重点课题执笔人 他撰写的案例分析 被评为全国法院2019年度 优秀案例分析二等奖 他还参与制定了 网上庭审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并先后荣获浙江省突出贡献法官 杭州市十家法官等殊荣 沙利以他的不倦追求 为中国互联网法院的创建和发展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走在互联网司法最前沿的江颖 则见证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从无到有 从弱变强的历程 请双方当事人分别陈述单位的 正式名称 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2019年8月6日 全国首例图解电影侵权案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进行了一审 原告优酷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诉称 其拥有某热播电视剧的 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授权期内 被告开发运营的某应用软件上 出现了该剧第一集的连续图集 共包含图片382张 均为视频截图 基本涵盖了该剧第一集的 主要画面和情节 对原告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构成了侵害 被告辩称 图解电影 不会对视频造成直接的侵权 涉案图片集核心 在于文字对视频内容的诠释 本身构成了新的 具有独创性表达的作品 最后我们是判决被告的行为 是构成了侵权 因为它这种图解的电影的这些图片 全部是来自于原告的电视剧 而且浮与字幕以后 又进行连续播放 可以让网络用户了解这个剧情 这种使用方式不是为了介绍这个电视剧的合理使用行为 而且是完整的可以替代这个原告的电视剧的播放 现在的网络用户它是一个快餐时代 很多人他希望能快速的来浏览这种电影电视剧 所以被告恰恰是迎合了这些人的需要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定被告方侵权 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三万元 后被告方不服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最终驳回了被告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这起侵权案的判决 不仅明确了影视作品合理使用的边界 也具有一定的标杆和警示作用 在业内引起很大反响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江颖 是这一案件的主审法官 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知识产权法官 1994年7月 江颖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 进入到成立不久的 我国第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庭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庭工作 在这里 江颖见证了中国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体制的飞速发展 我刚进入法院的时候 我们内阁知识产权审判庭 一年才有一百多件案件 到了两千年 一年大概是两千件左右 早期的中国知识产权案件 以涉外案件为主 法官处理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 急需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2001年 江颖作为最高人民法院 中英青年法官交流项目的 六名法官之一 赴英国深造 2002年 江颖获得伦敦大学 亚非学院国际比较法专业硕士学位 这期间 正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留学归来的江颖被委以重任 参与了大量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工作 2006年 德国尼奥普兰汽车公司 以外观设计专利侵权为由 起诉了中国三家民营汽车公司 索赔4000万元 案子引发国内外汽车行业广泛关注 被称为中国入市客车第一案 很多目光都盯着这个案件 到底中国法官会怎么判 所以我拿到那个案件以后 也是经过了认真的审理 最后是判决保护了德国这个企业的专利权 也判决被告 就是中国企业赔偿2000万 就在当时影响也特别大 然后特别是我在同年出访日本 在日本的一些座谈会 特别是有汽车工业协会 轮胎工业协会的这些企业代表 他们每次座谈会 他们都会提起这个案件 同时就表达说 江法官就是您判的这个案件 让我们增强了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所以就是这种反馈 让我觉得中国知识产权法官 这个职责使命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它不仅仅是解决一个案件的争议 可能更多的要考虑这个案件 对于我们行业的规范 对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形象的影响 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知识产权案件越来越多 近2014年1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庭 就受理了8000件知识产权案件 为应对实际需要 2014年11月6日 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门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 江颖担任审判一庭庭长 2018年9月9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江颖再挑重担 出任副院长 我接到的第一个最严峻的任务 就是带领从各个法院调来的 20个法官 一起和技术开发人员 来开发这个电子送送平台 所以这个压力特别大 因为我们从来没做过 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不知道互联网审判 到底会呈现出 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边研究边开发边测试 成立之前还特别忐忑 就是说挂牌了 会不会出问题 案子到底能不能立进来 立进来到底能不能 在网上实现全流程审 还是挺担心的 但是还好就是成立的当天 我们案件顺利的进来了 就是我和我们同事都特别开心 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三年来 收立案件的数量逐年攀升 平均每年达五万多件 在这些案件当中 知识产权范畴内的著作权案件 占了大多数 移动互联网发生之后 它这种技术带来的变化 商业模式带来的变化 就是导致我们 著作权案件增长得特别多 网络用户 随手拍的一张照片 他做的一个小视频 可以随时在网上传播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权利人 人也都可能是侵权人 从事知识产权审理工作27年来 江营已经累计审结 知识产权案件2000余件 其中包括400多起 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新类型的案件 在北京中级法院 然后到了知识产权法院 到了互联网法院 就是我都是第一代的创业者 另外就是从审判的这种领域来讲 就做知识产权审判 还是互联网审判 我觉得都是司法审判 最前沿的这种审判领域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幸运的 但我觉得这个幸运 确实是源自国家这种 飞速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赶上了 一个特别好的时代 从事了一份特别荣耀的事业 我的个人成长 始终是和国家的发展 同品共振的 所以心里还是很骄傲和自豪的 江颖在新的岗位上 继续守护着她的司法初心 她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作为新时代司法审判的创新实践者 他们忠诚履职 奋发有为 走在了中国司法建设的最前沿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树立了中国司法良好的国际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